恩怨难消,周立波对唐爽穷追猛打,网友评论针锋相对太激烈了管道号娱乐新闻歌烂台诶润。 如今周立波对昔日友人学者唐爽的怨气可十足,但曾经周立波和唐爽也有过很长的甜蜜期,在周立波看来自己送一送表给唐爽资助学业,后来还找人照顾瘫痪的唐爽,而唐爽则认为一是不合身的表的价值不符,是凭自己的努力在美国生活的, 俩人在美国同车藏枪射毒,暗时就已经埋下了如今的伏笔。 周立波将跳反的唐爽是为眼中钉,连续几天都推文嘲讽唐爽,而唐爽也不甘示弱,向法院求助诉讼,但周立波仍然怨气难消,唐爽真的如他所说是白眼朗真眼唐吗? 演义军导认为,幸亏唐爽不是陆寒,吴亦凡,卑鄙这样的娱乐明星,不然周立波这样大力捧他,一定天天霸占热搜,成功在娱乐圈上位了。 网友则大致分为两派,支持唐爽的认为周立波为什么要用最脏的语言骂人?对语错是一码事,教养就是另一码事了。 每天这样忙着去踩别人,抬自己的人他又能高尚到哪里去? 而支持周立波的网友则反驳道,谁先踩谁先了解下,不是唐爽自己跳出来找骂的吗?一个高科研的人为什么要出来搅混水?为了证明某某是好人?太天真了吧。 站着说话不腰疼 藏白狼不该骂吗?周骂错了吗?你在这里和你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指指点点,你的教养好到哪里去了? 你各局外人,看不惯了还要出来发个声,周他淘心致废却反咬污蔑,骂白眼狼怎么了?我觉得还骂得太客气,太文明。 对于周立波一直对他爽,你有什么看法? 与 Shaun